大家下午好 我跟我的同事 我们是来自一家深圳的创业公司 我们主要是做硬件安全 今天下午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ESE, INSE和TE 先简单介绍一下 ESE英文全称叫Embedded Secure Element 嵌入是安全组件 ESE叫Inside Secure Element 内置是安全组件 TE叫Trusted Executed Environment 安全可信执行环境 今天下午主要是用几个例子 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三种安全方案的 它的优缺点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我知道台下有许多软件和网络的大神 因为我们是一个硬件安全的实验室 所以我们主要是从硬件工行的角度 来讲解这个问题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破解项目 这个我们先是从网上买了一个 一百来块钱的网络摄像头 然后从网上找了一些前人的经验 因为这个前人经验其实挺有意思的 是刚开始是许多外国人 然后他们想用这个很便宜的国产摄像头 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国产摄像头 它限制了国内的IP 导致外国人它用不了 于是他们就很郁闷 写了一个root的脚本 这样子的话 它通过这个root脚本修改一些内置的文件 就可以在国外使用这款摄像头 监控家里的猫啊狗啊 什么小玩意之类的 所以我们是怎么做这个破解的呢 首先当然是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但是我们发现当看完别人做法之后 他们只能破解本地的摄像头 没有办法将这个攻击扩大化 比如说我想侵入我邻居家的摄像头 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下载了这个摄像头的固件 这个固件在网上是开放的 可能玩过嵌入式反向的同学们知道 这个binwork是binarywork是扫描这个固件的文件结构用的 通过扫描这个文件结构 我们发现这个固件是完全没有加密的 所以扫描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固件是一个嵌入式Linux 可以完全地阅读它所有的文件结构 和每一个文件当中的细节 接着我们做了一个拆机 这个是每一个硬件和客必须做的事 我们发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白颜色的卡子 这个白颜色卡子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它在实际当中是没有用的 没有任何线插上去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它会不会是一个调试的接口 我们知道JTAG的线一般至少是四根 也可能是六根 十根 十根 十四根 二十根 但是这个地方只有三个焊盘 所以我们猜它应该是UART 当我们通过一个很简单的 十来块钱的一个串口板 把这三个焊盘接起来之后 我们从串口柱手中 得到了所有我们想知道的知识 它的启动是由Uboot带起来的 然后之后会载入一个Linux File System 接着我们知道了它的启动顺序和中间调用的方案之后 用Wireshark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是做网络秀探用的 用Wireshark去秀探这个网络摄像头跟云服务器之间的关系 很欣喜地发现它的固件升级是使用了一个HTTP的协议 与七牛的云存储做了一个镜像 也就是说它每一次收到更新包之后 它会使用HTTP协议 从七牛云存储下载一个ZIP文件之后 本地解压就好了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非常开心 因为这样意味着我们可以在 不管是ARP端还是DNS端还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做中间人攻击 Man in the Middle Attack 做MITM之前 我们还需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后门或者木码 植入到了这个固件里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还原成一个压缩包的格式 让这个设备可以识别出来并且升级 所以我们研究了它的打包格式 它的打包格式只是一个简单的CRC 那CRC因为是公开的算法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伪造一个合法的升级包 最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埋伏 等待用户升级这个固件 因为我们是硬件的 所以我们没有去涉及到APK反向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可能台下的大神们可以考虑一下 那如果说要防止这样一个网络摄像头被攻击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 第一是把你的固件加密 加密之后用Binary Work 你就扫不出来你的文件结构和文件内容 这样子可以以一个很大的程度提高攻击的难度 另外是UART的这个Debug的输出 这个会给黑客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如果在量产的时候注释掉这些输出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HTTPS的固件升级 以及固件打包使用数字签名 用数字签名可以有效地防止第三方对未授权的固件进行 重新打包 那也许大家觉得 我是不是加密了这个固件就好使了呢 实际上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于是做了一个测试 是罗跑开源算法库 我们将Liptal Crypt一个开源的算法库 装在一块开发板上跑 大家知道这个软件的密码算法是由CPU在一个一个时钟中跑出来的 那么每一个时钟它所对应的计算量实际上是会跟芯片的功耗 就是它的耗电量会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我们硬件攻击组非常优秀的分析员采集了整个芯片电压或者电流的大小 通过多次采集求平均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条线 可能大家有点迷糊 但是如果熟悉AES算法的同学们应该知道 AES算法就是由这样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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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出来的 那么当我们抓到这样的轨迹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学的一些计算算出这个AES原本的密码 同理这个RSA的私钥也是可以通过这样抓电流或者电压功耗 包括可能更直接的办法是用一个电磁探头 因为所有的电磁设备都会散发出电磁波 我们可以通过电磁的强弱 分辨出这个CPU现在跑的密码算法的密码是多少 所以一个有经验的攻击者可以在一天之内得出所有的密码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很多我们输了密码你以为别人就得不到了 但是对于硬件黑客来说 软件加密是没什么不可能 没什么不能破解的 所以 ESE就被提出来了 ESE是使用一个硬件模块进行加密 我这里简单说一下为什么硬件模块会更安全 因为软件模块的加密是通过每一个CPU时钟对于算法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每一个时钟你知道它在算什么东西 因为你通过查汇编或者是机器码之类的 但是硬件计算的时候它是采用一个并行的计算 它的整个数字线路是并行的 也就是说导致你所有的计算信息在这一瞬间是被叠加起来的 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刻是否在算加法或者减法 它所有的加减法在同一时间进行计算 那ESE主要的样子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小电脑 它有CPU有一个算法协处理器 还有一些简单的东西 那ESE怎么用呢 大部分情况下ESE跟你系统的CPU或者MCU是连在一起的 少量情况下它也可以通过和存储连在一起 来保护你固件的安全 是不是ESE就一定是万全之策呢 我们的硬件工程师告诉大家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当你把ESE跟MCU进行连接的时候 在电路板上进行连接的时候 电路板的线是可以被探测的 不管是用一个钩子勾在上面或者是通过电磁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通过连接逻辑分析仪在这条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安全的链路上进行探测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像这边的trace一样可以抓到它多少时间上面传输了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那因为多数情况来说 像这种系统里是MCU把一个加密的东西丢给ESE来算 ESE算完之后把算完的明文信息丢回去 那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破解这个ESE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上面抓 抓最后它的明文信息就可以了 这样就绕开了之前你设置的所有障碍 那抓完明文信息之后 那丢给IDA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同时这样子的话 从这个中间拦截也可以做重放和中间人攻击 于是有一些很牛逼的厂商 就做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叫INSE INSE是在 大家可以想象是在一个CPU里面装了一个专门算密码的模块 这个 那也就使得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中间通过逻辑分析仪抓电瓶的这个事呢 你没有办法完成了 那最比较有名的是华为的这个70960的例子 我看到台下也有华为的同事们 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 它的特点 第一个是把主MCU 就是这边专门用于计算大量数据的MCU和一个 一个用于安全处理的一个SE进行了合并 那第一它跟使得主MCU和SE之间的通信链路被包起来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中间进行探测 第二整个的SE的设计是因为它是专门对于安全进行针对性设计的 所以它本身的安全性是可以保证的 第三呢 当你的板子上装了一个芯片 又装了一个另外小SE的话 非常的浪费这个线路板的空间 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手机 本来就巴掌那么大的地方 如果你再往上硬装一个芯片的话 不管对于用户体验还是对于厂商设计来说都是很复杂的 最后一个是对于系统级设计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种板级的设计工程师 因为如果是SE跟MCU是分开的话 你需要自己设计 不管是7816还是SPI的总线 你需要将SE和MCU之间的通信进行设计 第一会带来成本的提高 第二会带来技术上的难点 那是不是这个SE 这个硬SE就是一个完美的产品呢 它第一会导致整个芯片的成本升高 大家知道 可能大家不知道 麒麟960的开发板 快要放出来了 它一个开发板的价格大概是240美元 但是相对于麒麟620 麒麟620大概是前年去年的一个开发板 大概只要80美元的样子 所以这个硬SE会给成本带来极大的提升 一般的 比如说我们计算量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使用这样一个非常贵的东西 然后另外还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SE模块 你说你的SE是很安全的 我可以帮你算密码 算完密码我不会泄露你的任何信息 但是你怎么觉得 我怎么能说服你 这个事情是安全的 所以这个中间是需要很多第三方的实验室进行论证的 而每一次SE模块的论证都是数百万元或者美元的这样一个代价 所以ARM提了一个这个事 叫TE Trusted Executed Environment 可信执行环境 它通过在ARM核中添加少量的模块 来进行一个权限的隔离 它既可以作为一个纯软件方案 就是我在安全侧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REE CA和TE好了 REE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大家用的安卓手机 REE就是安卓系统 就是所谓的Reach Executive Environment REE就是安卓系统 CA是什么 CA是APK 就是你平时用的 不管是淘宝 支付宝 微信 那TE是一个和安卓并存的另外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会跑在多核处理器的另外一个核上 TA是跑在安全处理器核上的那个和你的支付宝相对应的一个小支付宝 这个小支付宝只能由经过认证的支付宝程序去访问 这个中间的不管是逻辑隔离还是物理隔离都是由OS自己来承担 也就是说TE整个系统自己来承担的 它的软件 TE是从ARM V8 ARM V8就是大概去年开始 去年开始所有的A系列包括A53 A52 A7系列 A72 A73全部都会包含这个TE的东西 它为什么没有装在Cortex-M上面 因为它的指令非常复杂 它会为整个系统加入很多 加入一些中段 就是这个所谓的SMC和ERAT中段 这个中段会占用你的系统资源 同时当你在安卓的OS和安全的OS之间切换的时候 它会中间有许多往返的调度 这个调度对于M系列的处理器 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损失 另外TE的开发非常复杂 大概会占用 嵌测系统大概会占用几兆的空间吧 大家知道这几兆对于嵌测系统 其实是个很大的事了 索性的是下一代的M系列就可以支持TE了 它会 ARM采用了一个硬件的切换机制 使得中段切换所需要的额外指令被取消了 然而这个TE其实也不是万全的 只是说它在一定成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我们针对TE系统做了一个分析 分析的项目是采用这个Linear的OPTE OPTE的意思是Open Portable TE 就是可移植 非常方便移植到所有的设备上面 我们的IE选择的是AOSP 就是安卓系统 在我们这次评测当中呢 我们发现 TA在执行的时候 缺乏对CA的认证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假如说要计算一个密码 你密码的那个软件并不知道是谁来调它的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是 我可以造一个假的 我想用的任何一个代码 去调大家认为非常安全的这个计算模块 这个会产生一个什么风险呢 第一 你可以在任意时间占用这个模块 导致正常应该可以使用这个模块的程序 没有办法使用 第二 这个对于硬件黑客来说 就像我们刚开始采用那个 功耗的那种状态 我们需要对这个算法进行上百万次的计算 如果说 它缺乏对CA的认证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计算程序 对这个所谓的TA进行大量的重复操作 也就可以从中获得非常多的关于密码本身的信息 另外是 这个所有的TA程序可以在安卓下被看到 安卓的root下被看到 这个目前还不是一个漏洞 但是将来也许台下的各位可以从这个当中获得一些灵感 总而言之 从安全的强度上来说 硬件安全是强于软件安全的 硬件加密是强于软件加密的 我不能说硬件安全强于软件安全的 因为台下可能软件的高手比台上的硬件高手多多了 第二是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的安全 都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安全的设计 不管你用一个非常贵的硬件 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个软件方案 如果你实现这个方案的程序员 中间买了个bug 那你这个所有的之前买的东西 买的IP 买的方案 也都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 第三是成本和安全的平衡 这个是所有的厂商都会认识到的 就是好的东西总是会贵 最后一点是 倒高于尺 磨高于丈 那如果大家想在攻击的角度上 获得更多的收获 或者是在防守的角度上 能够防守更多的攻击的话 还是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谢谢 大家有种问题要问一下您的刘真 因为我刚才把那两个演讲的人去调查一下 他们在 有什么问题 按一下下面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刚刚你是用安卓Lineral 对它做一次实验 Lineral是买的开发版吗 如果你去OPTE的项目主页上 它会有一些开发版的推荐 然后你就是用的是开发版 对 没有 最便宜的一款大概500多 就是它是用的麒麟620的芯片 刚才你说到安卓 它的TE是可信执行环境对吧 对 你没有 是这样的 安卓是不可信的 但是我知道 就是说AM5它内置了一个TE这个东西 我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保证它TE这个软件 本身是可信的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我尽可能的讲简单一点 第一是它在MMU上面做了一个页表的区分 也就是说你跑TE的内存 跟跑RE的内存是不同的内存 那它如何做这个隔离的呢 它是通过在总线上有一个位 有一个比特 那当它检查这个比特是E的时候 它认为你要访问的区域是安全的 同时你的CPU本身也需要是处于E的状态 你才可以去访问 这套流程是AM在硬件上做保证的 那就是说TE本身的固件是怎么保证 它的这个固件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TE操作系统可能我做了一个简单 然后后来它TE操作系统整个被换掉了 这个问题是通过签名的方式 您知道数字签名是怎么回事吧 我知道 最后它的公钥写在哪里 它的公钥是写在 就是OPTE本身它只是一个开源的 相当于是给大家做实验 不能说做实验了 就是给大家研究的这样一个环境 它的公钥目前是写在安卓里面的 那就是说在真实上 它是怎么保证这个 它是怎么保证这个 就是在生产环境里 它是怎么保证这个固件的安全 这是这样子的 你的公钥是可以公开的 但是你的 你的私钥是 比如说你 我们还是用华为的例子吧 可能因为这个华为960比较牛逼啊 就是华为自己用自己的私钥 对这个固件进行签名 那当你 比如说你要烧的时候 因为目前来说 TE环境没有办法 你在后天的情况下烧进去 它是在初始情况下 由供应商烧好的 那你的私钥是由 RE里的公钥进行验钱 就这样